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18首将军制作比较眼镜的课程 那么上一次课呢 我们讲解了这个键盘模式组合按键的这个处理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继续讲解这个最后一个模式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我们鼠标和键盘都讲完了 剩下的就应该是这个手柄模式了 好 我们还是从我们今天这个PPT讲题 我们今天这个游戏手柄模式呢 实际上是有一些小的细节问题 跟大家交代一下 因为这个ECK它出厂了之后 默认的就是这个12个按键里面就有这个手柄模式 所以呢 这个问题只是有一些小细节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们这个重点就是使用这个软件 去发送这个手柄的几个按键的这么一个 字符 那么如果大家就是直接想拿这个硬件连上线 然后接到D按按键之后 D按评出发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可以不关心这节课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呢 因为这里面我 我开始也觉得这个是多余的一个内容 但是我后来用软件编写代码的时候 就实际上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发现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坑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把这个坑讲清楚 不然万一这节课人不说的话 大家有自己去尝试这个坑的时候 会不会坑的比较惨 那么我们 本节课的重点内容 以及难点内容就是 怎么样用软件去实现 它们这个方向键的按键码 我们默认的这个手柄硬件 排线连接默认的这个按键 它就提供了这个方向 EnterReturn键还有这个AB键 我们大家数一下这是多少个键 方向是四个 然后EnterReturn加上AB键 这一共是八个键 也就是说12个里面 它前八个键是用来实现这个手柄的 为什么没有这个AB键的联机呢 就是ABB呢 因为实际上ABB它的键码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按下的时候 它就不停的发码 大家懂这个道理吧 所以用AB键就已经可以代替 这个AB键的这个功能了 因为它是码是一样的 只不过软件处理不一样 按下之后就一直不停的发 这个默认的手柄 连接模式下发送的这个字符 大家之前用串口条入的时候也看过 那么这节课呢 就会对这个内容做一下更深入的这个理解 我们如果使用这个SM32发送手柄码 这个很简单 把这个按键连接到SM32的IO上 然后设置这个IO中段 然后在中段中发送键码 或者是在这里不好 不要该在 不应该在中段中发送键码 应该是在这个主程序中发送键码 这个中段中设置标记 设置一下标记位 然后在主循环中去发送这个键码 一般按道理讲中段里面 我们不处理这种又臭又长的东西 中段程序尽量简洁 这个不仅仅是单面积开发的一个相当于守则吧 包括Chel是Linux系统里边 它的Linux系统的这个中段 驱动程序也是这样的一个守则 就是说中段程序尽量减短 避免这种又臭又长的操作 那么一旦有那种长的操作怎么办呢 它是把这个中段分为上半部和下半部处理 上半部的话就是处理一下环境 然后非常迅速的处理一下 然后退出 退出中段之后 下半部程序再在这个非中段环境下去处理 这个中段里面需要处理的这个程序 主体的思路其实跟我们这个中段服务函数里面设标记 主循环里面做一些处理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体会到 像Linux这样的操作系统都采用这种模式 我们单片机采用这种模式 肯定是有理可循的 有据可依 那么这个不是说我坐在这里胡乱跟大家说的一个方式 好 那么这里就跟大家介绍到这 发送键码的这个过程 就是这几步 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环节了 就是说手柄键码 它发送的时候有个注意事项 我们从川普猪手里得到这个方向数据 需要处理才能够正确的识别 然后大家就比较迷茫 说我们在这个 之前的这个课程中 这个模式分析的这个课程中 明明讲过这个我们从川普猪手里注入了多少数据 把它copy下来 然后用hex再发回去就可以控制了 而且我们也亲眼所见 这是已经控制了 用这个默认的手柄模式控制了这个U字 VRAPP 并且左右都已经选择了这个电影了 怎么还说这个地方要处理呢 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左右方向键里面有一个0xFFB和0xFFC FF7 一个左一个右 那么这个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0xFFB我们怎么发送它呢 单片机或者是 不说光单片机吧 所有的单片机DSP包括软核 然后PC 它发送窗口数据的时候都是8位8位的发送 对吧 数据位是8位嘛 也可以调整7位 8位就是一个字节 那你看这个0xFFB它是几个字节呢 比一个字节多 比两个字节少 这个时候你怎么发送呢 你肯定要分两个字节发送了 那这个0xFFB它分成两个字节发送的时候 你到底是0x0F发一个字节 然后剩下的0xFFB发一个字节 那还是0xFF发一个字节 0xB0发一个字节呢 也就是说 你这个0是填到 最高四位还是填到最低四位呢 不知道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这个0是0xF0FB 就填到中间还是0xFFF0B填到这个中间的第二个位置 因为两端有两个位置嘛 中间当然也有两个位置 这四种情况到底是哪一种呢 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 就说实际上只有一个一个是 那是的话呢 这种的结果 它其实是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0xFF是一个字节 然后0x0B是一个字节 那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打印语句打印出来的16进制会默认的不显示0 所以给你一串数字 你根本不知道中间的0在哪 两边的0在哪你也不知道 那么这个情况在我们之前 智能文件系统的课程中我提到过 因为当时我们也是把这个RFID 它是全球唯一编码 是32位的全球唯一编码 然后打印出来的时候 用Hex模式打印出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发现 上一个卡的ID是32位 下一个卡的ID莫名其妙的少了4位 变成28位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0它没显示 但是这个0在哪你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它到底是在最前边还是在最后边 还是在中间的某一边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当时我就说这个 因为我当时买了好多个卡 这个两个卡换来的时候 发现中间少了4位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有个0 它空函数打印的时候 你这个16进制打印的时候 这个0是不会显示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悲剧的故事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不要以为发送这个0x 0f 然后0x fb它就会显示了 那么它就会控制方向了 那么这个方向是不会变化的 我当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纳闷了半天 我以为这直接发0x 0f和0x fb 两个字节过去就应该有反应 然后我还检查了半天硬件 发现硬件完全没有问题 那这些肯定是软件的问题了 然后最后我发现这个 手柄的键码实际上是有个坑在里面 所以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坑了 但涉及到的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也包括这个控寒数对16均值的数的处理 以及这个0的位置 还有就是解决问题这个方式 不知道的时候 有这种可以没举的情况 我们可以按一个去试 如果是很多的情况的话 那就真的要先仔细的去调研分析 然后再想办法 如果穷举不可能的话 也是不可能这样一个一个把它试出来的 好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这个手柄的这个操作模式 还是看我们的这个代码 代码里边 这个中段还是要改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做的内容是为了这个键盘模式 所以我先把这个键盘模式这部分注释掉 不用删 直接按 command 加上那个问号那个键 写化线那个键就可以把它注释掉 然后windows下面应该是那个windows键加上这个 哎不对 是一个control键加上那个 写化线这个键啊 因为我现在在这个系统不是windows系统 好 这边注释掉了之后 大家看是不是就跟原来的一样了 这个置位 然后这个也是置位 但是我们这次置位的不是这个shift flag了 所以这个也把它注释掉 同样的这个key flag也把它注释掉 然后我们回这个主函数 主函数里边 呃 我们该到这个手柄模式了 所以我把这个改成零 好 这样才会默认进入到我们这个手柄模式去处理 这个手柄模式我们把它 打开啊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测试 呃 想用这个 嗯 adc去控制这个方向 它也是可行的 不过要做一些处理 他这个adc因为他这个嗯 每次按完之后 他会弹回 但是他会弹回的比较慢 他不像按键 是一个呃 轻微的抖动过程 所以呢 他每次你往左一拨 他会拨好多个啊 这个我们就不理他了 直接用按键去实现就好了 然后这个 我们主要在这里边 啊 还是要根据这个手柄模式去做一下测试 这边我们去 定义两个变量 呃 我们这节课还是用那两个Io去做实验 所以只是定义左和右 啊 只是定义左和右这两个方向的 因为我们上下可能手柄模式 呃演示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我们好多这个游戏 我刚才找了半天 发现并没有特别合适 有手手柄的游戏 现在手机上的游戏呢都已经 触屏化了 就是他自己在屏幕上放了一个摇杆 所以这个呃 呃 跟手柄的配合呢 并不是很好啊 有些游戏甚至连手柄这个呃 支持都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拿这个APP去测试好了 回到这里我们把 呃 这个地方 就一左一右嘛 就一左一右嘛 下方改成 right flag 好 那么操作完了之后 我们回来 到主核核里边 主核核核里边这边其实检测的这个大家可能都已经了解了 我就是把它 逻辑货一下 如果这两个里边 有任何一个置位了 我们就进行一次 进入到那层核核里边 因为就只有这两种情况 所以我们就放在这里就好了 就一个if else 那么如果left按下的话 我们就发送 发送的时候呢 我们发送 我们用 这个 他这个也是一样的 呃 发送完了之后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把这个 安全释放 这是0x 0x ff0b 这是左右的一个 具体是哪个 我还真不记得了 这是左 然后后边这个是释放 那么你释放完了之后 不管怎么说 我一旦到这个 f里边 尾部都应该是 把这两个 变量 置位的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 write呢 write的话这边应该是07 好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7 我看一下上边 对 ff07 这个就是一左一右 然后我们 编译一下 烧进去运行 好程序成功启动 我们打开摄像头 手机这边也是 打开这个层子VR 然后让它进入这个分屏模式 好 这是分屏模式 我们按这个 下面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在这 这两个按键 一直我们测试用的这个按键 然后看看它左右模式 有没有问题 OK 左右 左右 那么没问题 大家可能记得吧 我们 这 这四个按键是 连接 硬件的 也就是说它是不走代码 这边这四个按键 这边这四个按键是不走代码 我们同样的试一下看看 好 这没有骗大家对吧 然后同时我再按这边这两个按键 也是变化的 看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用软件和硬件同时的方式 可以实现这个鼠标模式 因为其他按键的话 可以根据这个键码 同样的从上口读书键码把它写到软件里边 那么这里边呢 那我就不一一的去做测试了 跟大家啊 把这个坑说完之后 大家懂得用自己的 自己去实现了 因为听了这么久的课 大家肯定有这个本事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